年关将近 亲朋相聚少不了喝酒助兴 但饮酒一定要适量 不然除了洋相不说 还可能触犯法律 最近在重庆市永川区就发生了一起 因醉酒乘车抢抓公交车方向盘的事情 咱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监控画面显示 当时116路公交车 正在开往服务外包员的路上 车上一名男子以为坐过了站 要求司机远路返回 并干扰司机驾驶 期间 有乘客起身劝说 男子非但不听 还拿起水桶扔下司机 司机果断停车 拨打110报警 男子见状 动起手来 事发后 公交车司机身体多出 软组织损伤 目前仍需住院观察 而肇事乘客王某 则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被警方刑事拘留 当天是因为喝了酒 喝醉了酒 然后坐公交车 然后感觉自己坐过了站 想让驾驶而把它拉回去 但事实上当时车辆还没有到达 他没有到达 他要到的那个站 所以然后他都因为喝醉了嘛 不清晰然后都发生了那个事情 然后到驾驶而老去撑那个方向盘 准备证据收集完成之后 然后我都进行依从声插起锁了些 直播海南接着报道 好